hiho 大家好 我是不隨著股市值 正興奮的價值Kavin 這集影片我要跟大家分享 純股秘籍的四招 只要使用這四招 你就可以賺到股息 又可以賺到價差 然後呢 影片的最後 我還會跟大家分享 我認為非常優質的 五支股息股 這五支股息股 不管是台股和美股 都有喔 那如果最初是來到這頻道的 這頻道主要是分享 台美股的投資姿勢 如果各位想要脫離 對台美股投資 一無所知的狀況的話 歡迎訂閱追蹤 我會在這頻道 每周分享有用的投資知識 相信對各位一定會 非常的有幫助 那如果想要每天 都增加一些投資知識的話呢 一定要訂閱追蹤我的IG 或是臉書 我會在那邊 每天分享有用的投資知識 還有非常有趣的故事 來給大家提升自己的財務知識喔 那我們事不宜遲 馬上開始 好那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存股密集的四招 我最常用的四招啊 還有五支優質的股息股 可以讓你的錢啊 越來越大 好那在開始之前啊 Kevin想要做一個調查啊 你是不是有以下的特徵 第一個 你是不是一個投資新手 然後出入股市 你想要了解股市是如何去運作的 第二個 你是不是想要領到股息 又可以賺到價差 因為常常有人在那邊說 啊股息就是左邊的口袋 然後拿到右邊的口袋 其實你根本就沒有賺 你是不是有怕這種狀況 那第三個就是 你想要領到股息 然後可以一直領一直領 領到退休 領到老 股息可以一直穩定的一個發放 第四個 你是不是想要創造一個 越來越多的股息收入 然後這個股息收入呢 還可以抗通膨 讓你越老越有錢呢 如果你有符合這以下的特徵的話呢 那非常恭喜你啊 這部影片啊 絕對對你非常的有價值 那在這邊 Kevin要先跟大家聲明一下 這部影片啊單純是我的分享與學習 並非是投資建議 所以說這些個股啊 各位還是要真正的去了解 才能進行投資哦 好那純股密集的第一招是什麼 第一招就是殖利率 什麼是殖利率 殖利率就是股息去除上股價 就像是今年是2021年 那如果有一檔標的 他的殖利率是5% 就代表說什麼 代表他2020年賺的錢 可以配方5塊的股息 然後呢 他的股價是100塊 那他的殖利率呢 就是5% 那以美股來講啊 我認為美股至少要有3%的殖利率 那台股的部分的話呢 是5%的殖利率 但是呢 這個殖利率為什麼會有一個3% 一個5%呢 因為啊 美股的股息啊 它是會成長的 但是台股的股息呢 是比較不會成長的 所以說我認為美股啊 大概3%就是差不多了 但是也不能說 只要沒有3%的殖利率的美股 我都不投資 欸不能這樣做哦 因為有些標的啊 它是非常好的公司 但是呢 就是因為它非常好 所以它股價都一直非常非常的高 那如果你只想要設定在3% 再買入這檔標的的話呢 你可能一輩子都買不了這檔標的 我還會用另外一個方式 這個方式呢 就叫做相對殖利率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哦 這張圖呢 是麥當勞它歷年的殖利率啊 綠色的線就是麥當勞的殖利率 我們可以看到 它從1990年到2021年之間啊 它殖利率大概從1到4之間 跳來跳去的 所以你要是在1990年到2006年之間啊 你設定3%的殖利率 那你基本上啊 就買不了麥當勞這家公司 但是這樣子也不能代表說 麥當勞就不是一家好公司 如果你要買麥當勞這家公司啊 你就要使用相對殖利率 就像是1990年到2000年之間啊 你就是要抓一個相對殖利率大概是1%2% 你才比較有可能去買這檔股票 那我這邊要先跟大家講一下啊 我這部影片啊 主要是跟大家介紹啊 各股的存股 那如果各位想要了解 如何去投資高股息的ETF的話啊 你可以點擊上方的影片連結去進行觀看哦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介紹完了第一招 那就是殖利率的部分啊 你要嘛就是3% 美股3% 台股5% 或者是你要找它相對殖利率 比較高的時候買進 那第二招是什麼 第二招叫做支付比率啊 支付比率的公式就是 股息再去除上美股盈雨 就像是我們2021年發股息的話呢 就代表是怎樣 這股息是2020年的美股盈雨 然後發出來的股息 所以就是2020年的股息 去除上2020年的美股盈雨 那如果支付比率太高的話 就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這邊啊 Kevin認為 支付比率大概是60%左右 就算是比較合理的 那如果超過60%的話呢 就有點太高了 怎麼說呢 各位可以想想看哦 如果你這家公司他賺100塊 然後他發60塊給你 欸感覺好像蠻OK的 但是這家公司呢 他賺100塊 他發90塊給你 你可能會說 欸這樣股息拿很多哦 這樣不錯 但是其實不是這樣想的 這個狀況啊 會有一毫兩壞 一毫是什麼 一毫就是啊 這家公司他賺很多錢 他賺多少錢都分給你啊 好像是非常非常的不錯啊 兩壞是什麼 兩壞第一壞就是 這家公司啊 因為他把他賺的錢 全部都給股東了 就代表 這家公司他沒有留下多少錢 可以去發展他的業務啊 所以說呢 他未來的成長 一定會受限啊 第二個壞是什麼 第二個壞就是 這家公司啊 他的支付比率這麼高 那要是他遇到了一些危機 那會發生什麼情況 假裝妳的薪水現在是5萬塊 然後呢 你每個月呢 都花4萬5千塊 然後去請女朋友吃飯 結果有一天呢 你的薪水忽然間剩下4萬塊了 請問你還能花4萬5千塊 去請女友吃飯嗎 當然不行嘛 那股息也是一樣啊 如果他每次都發90%這麼高的股息 那要是他受到了一些股災 像是最近的COVID-19 沒有賺到錢的話呢 那他是不是股息就要中斷了 所以說支付比率啊 是我們衡量這家公司啊 他發放股息的一個健康程度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址 這個例子呢 也是麥當勞 我們可以看到 麥當勞的payout ratio 就是支付比率啊 大概就是在60%左右 那我認為啊 這就是非常不錯的一個支付比率啊 那第三招是什麼 第三招就是啊 這家公司的 持續發放股息的時間啊 那Kevin認為啊 這個持續發放的時間啊 至少要15年 那為什麼是15年呢 因為15年才代表說 他有經歷過2008年的 次級房大危機 股市大危機的時候啊 還有2020年的 COVID-19疫情 如果他經歷這兩個狀況 都還能持續發放股息的話 就代表說 這家公司啊 他的體質啊 算是非常非常的不錯啊 那要是這家公司呢 又更優質 他超過了15年以上的發放時間 乃至30年40年的話呢 就代表說 發放股息 已經成為了這家公司的傳統 那這種公司投資起來的話呢 就會非常的心安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例子哦 這個例子呢 是某一家銀行 台灣的光股銀行 他從2006年的時候呢 他每股配發1塊錢的股息 那他2007年跟2009年 就是因為次期房財危機 所以他配發不出股息 然後後面的股息呢 也一直沒有超越2006年的股息 那如果是這個例子呢 這家公司的股息你認為如何 他從1990年到2020年之間啊 股息啊 持續發放啊 這次是非常非常的好 就代表說什麼 代表說這家公司的體質 一定非常好嘛 而且這家公司還有什麼特點 那就是啊 他的股息啊 持續增長 那這家公司呢 大家一定知道 而且一定看過他啊 吃過他啊 這家公司就是 麥當勞 好 那我們從這邊的話呢 我們要衍生出我們的 純股秘籍第四招 那這個第四招是什麼 第四招就是 股息成長啊 我們剛剛的麥當勞啊 他從1990年啊 他的股息是每股 配發0.08塊美金 到2020年的時候呢 他每股配發是 5.04塊美金啊 整整成長了幾倍 他在這30年當中啊 他成長了63倍啊 這是非常非常的驚人啊 我們投資的時候啊 一定要看他的股息成長率 為什麼要看股息成長率呢 各位可以想想看哦 如果一家公司 他的股息持續的增加 但是他的股價都沒有成長 會有這種狀況嗎 一定是不可能有嘛 因為他的股息 總有一天一定會超越他的股價 就像是有一家公司 他的股價現在是100 然後他殖利率是10% 然後股息成長率呢 假裝也是10%好了 那他第一年是領多少 領10塊錢的股息 第二年會領多少 11.1塊 第三年會領多少 12.1塊 那他越來越高越來越高 他股息越來越高 那他股價可能會不提升嗎 如果他股價不提升的話呢 他股息啊 總有一天一定會超越他的股價 所以這一定是不可能的嘛 所以他的股價會怎樣 他的股價一定會隨著股息啊 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哦 麥當勞這個例子 麥當勞他股息啊 在這30年當中啊 他成長了63倍 那你認為他股價成長幾倍 他股價啊 從1990年的每股3.6塊美金啊 到現在已經每股236塊美金啊 整整成長了64倍 各位有沒有發現一個狀況 那就是股息成長63倍 股價成長了64倍 他們有一個非常明顯的正相關 而且我們從這邊可以看到哦 他在2020年的時候啊 他的股息啊 是發到每股5塊錢美金 然後呢 他在1990年啊 他的股價才多少 3.6塊美金而已啊 所以如果你是從1990年 能存到2020年的話 你現在啊 每一年都回本一次啊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另外一個例子啊 另外一個例子 叫做隨恩啊 那隨恩這家公司呢 大家一定也知道啊 他最明顯的就是 他的便利貼這個商品啊 那他股息呢 也是從1990年到2020年之間啊 持續的增長 也持續的發放啊 那他的1990年呢 是每股0.73塊美金 2020年是每股5.88塊美金 成長了8倍 那他股價表現呢 好股價表現也是成長的10倍啊 那所以我們從這兩個例子 就可以非常明顯發現 你股息持續增長 他的股價也會持續增長 這代表什麼 代表說我們不只賺到了股息 我們也賺到了價差 就不是大家在那邊說什麼 左邊的口袋的錢啊 放到右邊的口袋的錢啊 如果你是說 左邊口袋錢 放到右邊的口袋的錢 這種公司啊 一定是他股息不能持續成長 也不能持續發放的公司 我們只要找股息能持續成長 持續發放 那這種公司啊 你一定可以賺到股息 又可以賺到價差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家公司啊 第三家公司叫做Visa Visa卡這家公司 大家一定知道吧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一定有刷卡 那Visa卡這家公司呢 他的股息是怎樣看呢 我們一步一步教大家看 第一個 他的股息現在是0.55% 如果我們用3%的每股股息來看的話 你一定會說 Visa卡不能投資 這樣子的話你就無法進場了 所以我們要看什麼 我們要看他的相對殖利率 我們可以看到 他從2008年到2021年之間 他的殖利率大概是在0.6%左右 所以說他只要殖利率 差不多0.6% 就是一個非常好進場的一個時間點 好那第二個篩選條件 就是我們要看他的支付比率 那他的支付比率 payout ratio是只有21% 哇這是非常的優異啊 他21%而已啊 就代表說什麼 代表說他賺的錢的八成 全部都拿去拓展自己的業務 然後他除了拓展自己的業務之外 他又可以股息成長 股息發放 這種公司啊就是非常的厲害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三點 第三點就是他股息成長的日期 他的股息成長年限啊有12年啊 有人會說 Cabin你不是說15年嗎 那這個12年應該不是一個非常好的標的吧 不能這樣說 因為Visa這家公司啊 他在美股上市啊 大概只上市12年左右啊 所以他是只要上市啊 他就開始配發股息啊 所以說我覺得這是還蠻不錯的 當然啦 Visa這家公司啊 他在美股上市之前啊 他其實已經成立了四十幾年了 好那第四點 股息成長率我們可以看到哦 他近五年的股息成長率啊高達了17.98% 這是非常非常的驚人啊 各位可以想想看 他平均幾年可以翻倍一次股息 他大概平均四年就可以翻倍一次股息啊 這是非常的棒啊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Visa他的股息哦 他從2008年的時候啊 他是每股配發0.05塊美金 2020年的時候呢 是每股配發1.22塊美金 他總共成長了23倍 23倍啊 然後他股息成長率我們可以看一下右邊這邊哦 他大概是20%到40%之間啊 這是非常非常的誇張啊 然後他的股價表現呢 從2008年到現在為止啊 他也成長了14倍啊 所以我們從這邊又可以驗證了一次 那就是 只要你的股息持續成長 你的股價啊 一定也是會持續的正增長啊 好那接下來我就要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要介紹的五支股息股啊 第一支就是台股的保養 第二支就是我剛剛所講的Visa 第三支呢就是麥當勞 第四支是星巴克 以及第五支叫做通用動力 那通用動力的主要就是一些軍火業的部分啊 那這五支優質的股息股啊 因為影片時長的關係啊 我會直接把他們的表格列起來 然後放到影片的最後面 跟大家分享哦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做一個自我評論啊 這四招秘籍當中 你最喜歡哪一招呢 第一招 實力率 第二招 師傅比率 第三招 持續發放 第四招 股息成長率 好那第二個就是 如果各位想要了解更多的純股秘籍 創造越來越多的投資收入的話 你只要在下方留言 純股秘籍 並且訂閱我的 投資成長電子報的話呢 那我就會在電子報當中 跟你分享 如何去穩定的創造 越來越多的投資收入哦 好那今天這期影片的主要的四個純股秘籍啊 我來重新的跟大家複習一次 第一招 就是看他的殖利率 那殖利率呢 也要看他的相對地年殖利率哦 第二招呢 就是看他的支付比率 那支付比率呢 不要太高 因為太高的話呢 就代表說 公司支付這些股息啊 是蠻吃力的啊 那第三招呢 就是持續發放 哦他股息呢 至少要持續發放15年以上 才是比較優異的 那第四個呢 就是股息成長率 也就是最重要的啊 只要他股息成長 持續的成長下去的話呢 他股價也一定會跟著水漲傳高哦 好那今天影片到這邊啊 如果想要更多台美股的投資知識的話呢 歡迎您訂閱我的鈴鐺 我是不隨意測股市值 真心分享的叫做KVN 我們下期影片見 掰掰